阿广村长讲得很认真 我倒是听得很入神 不过轮到白衣工坊的班长 安妮奈 说明工坊取名为白衣的用意时 大家的严肃气氛就变成浪漫了 白衣是什么意思 白衣工坊 白衣的意思就是说 是我们妇女的意思 妇女 妇女叫白 白衣 那我可以叫她白衣吗 白衣的意思是比较亲密 比较亲密 所以说你晚上的时候 你不可以跟那个未婚的那个 女生讲说白衣 为什么 暗示她 就是亲爱的意思 对 所以 我是怕你没有办法走出大门 结果婚的我可以讲白衣 对 但是对单身的不能讲白衣 对 有一点会怎么讲 有点 暧昧 暧昧 你讲暧昧很有感情 对 所以我带的是孔雀猪 孔雀猪 对 阿妮奈喜欢带孔雀之猪 因为代表着她拥有坚真不移的情感 当然 阿妮奈天生的喜感 比她的情感更丰富 她的双关语 让阿广村长都忘了要讲什么 狂笑到煞不了车 来 孔雀 怎么样 看那边 你拍我肩膀要干嘛 阿广 阿广 他怎么了 吓一跳 他吓一跳 我们彩虹约定 我们之前不是有约定吗 对 那我们的桃株里面有两个桃株 所以你今天来了 彩虹约定 彩虹约定 哪两颗啊 这两颗 这两颗 对 OK 因为你终于来到我们部落 那我们也为了欢迎你过来 那因为你很久也没有听到 我们的嘉然情恶的歌曲 那我们的约定终于实现 因为你来了 我们才有这个彩虹的约定 终于了解阿广的用意了 这个彩虹的约定 果然是这么的珍贵 所以我这边嘛 对不对 这个黑色的 彩虹的约定是我 然后这个中红色的是阿广 对不对 村长 很贵 希望你 红恩走到哪里 都思念我们嘉然部落 也顺便把这些陶珠的一些作品 介绍给我们前省特里的所有 没问题 没问题